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主愛償過高盛 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醉人 怎能滿庭言則 我住出了鐘家 買我回來歸唐 我盡願一杯十字架 衷心一路跟湯 我盡貼下一切 唯要得著幾度 神也四也萬般不屑 又何時我回顧 我愛我的救助 我求祂的真實 為祂知故 愛一遍苦 利益變為損失 祢是我的安慰 我的恩主耶穌 祝你之外 在天何歸 在地何所愛慕 艱苦反對飄離 我盡情 我盡意改不離 只求我主有祢愛情 饒我靈魂身體 善今世時何不多 求祢使我多俄 求主使我多趁 讓祢再來我及唱說 求主使我多趁 當祢再來我及唱說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 感谢神 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一起 透过活泼的生命 今天所要读到的 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今天的主题是 轻易离开我的同宫 以及始终与我同行的主 是的 透过这个主题我们看见 保罗在他即将要结束这封书信的时候 他的心中百感交集 特别是迪玛的背叛 以及铜匠亚历三大的攻击 都令他感到相当的难过 然而比起这些令他感到失望的信徒 他更想到的是许多 和他一起为福音努力的同工们 有格勒士 提多 路加 马可 推击谷 白基拉 亚拘拉 阿尼瑟佛 伊拉都 特罗菲摩等等 这些的人 他心中也充满了感恩 但是在这当中 我特别注意到迪玛这个人 他原本是保罗亲密的同工 曾经在保罗坐监的时候照顾过他 那这个特别在 菲利门书 哥罗西书都有提到他的名字 但是很可惜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 他离开了保罗跟他一起服侍的这个团队 因为他贪爱世界 所以呢 他离开了保罗 由此我就发现 哎呀 世界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迪玛原本信了主 得着了福音的好处 怎么又回头去找世界 在世界里面打滚呢 这实在很值得我们更深的来思考 我的领受事好像有一段经文就跳出来 因为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谁是被招的人呢 迪玛是被招的 提摩泰是被招的 保罗是被招的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都是被招的 但是那谁是选上的呢 我想 选上的人 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 是愿意谦卑的顺服主 愿意按照主的吩咐完成大使命 愿意为福音牺牲自己的益处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 所以选上的人 必须是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主的人 是必须是完全顺服神的心意的人 主的使命的人 所以他必须要放下自己的喜好 不再跟从这个世界 而是愿意 回应神的邀请 回身来服侍神的人 所以我们想 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没有办法提升 没有办法提升 是因为当神选上你的时候 你一直在做一个选择 一直在做评估 选上的人少 是因为很多的人没有来回应 那牧师常常提到 布永康的例子 布永康牧师他被选上 他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但他曾经来问神说 为什么是选上他呢 那么神回应他是 其实有两位同工 是比他还要更优秀的 所以基本上神 使用他们另外两位同工 可能果效更大 那为什么后来神选择他呢 主要是因为 前面两位比他还要优秀的同工 他们没有来回应神 所以神就没办法使用他们 所以我要说 选上的人是愿意来回应神大使命的人 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来实际的来跟从神的人 那么那些被召还没有回应的 也不是说他就没有被选上 可能在他里面还是有一些的挣扎 或者是一些的挣赞 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挣扎和挣赞呢 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不只被召 而且我们是能够愿意 真的是信靠神 我们相信神 我们愿意起来 把自己献给神 我们全心跟从人 成为那个被选上的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 似乎在提醒提摩泰 千万不要像迪玛 经过了一番挣扎 挣赞以后 结果失败了 反而被世界辱去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泰 迪玛为什么会失败呢 透过迪玛这个离开的例子 我想在这封信 其实开头的部分 我觉得正可以来呼应 在这卷书的书信的 最结尾的部分 这个结尾的部分 刚好有一些的呼应 我想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 那么在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章 十一到十四节里面就提到 保罗他为什么可以坚持到最后呢 而不像迪玛被世界辱去呢 十一节到十四节是这样说的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做师父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迟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从前所托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的守着 好 所以从那边我感觉到 跟我们这个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这卷书的最后 一个呼应 我领受到保罗他能够坚持到底 为了福音 他跟从主 他能够不被诱惑 不被迷惑 跟从世界 我觉得有三点 是我觉得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 我看见保罗他能够始终与神同行 他没有离开主 是因为第一个 他专注在福音的使命里面 十一节说 他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 他知道他被拆派 被拆遣是为了这个福音 他有这个使命在他的里面 他专注在这个使命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也看见保罗在这个书信的背后 还是不断地提到 他很在意的福音 传道的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在十一节有提到 他说你来的时候 提摩泰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在十七节也讲到 当他在当时不容易的情况当中 这个十六节说 他初次申诉的时候 虽然没有人来帮助他 但是感谢主 他说他知道主在他旁边 加给他力量 使福音被他 竟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所以他在申诉的过程里面 他靠着主 大有能力地继续地传讲福音 就看见在那个情况下 他的所思所想都是福音 我们看见这个使命 他放在他的心中 成为他的热情 他要回应神给他的呼召 他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保罗不像迪马 这么快 后来就被世界辱去的原因 所以他是以福音为他的使命 好 那么在第二个我看见的是 在我刚刚读的这个第一章十三节 他说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我感觉到保罗他能够持续地 奔跑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面 是因为他持守住神话语的规模 神纯正话语的规模 我感受到对神的话 他是不只相信 而且他是在他的里面 反复的思想 让神的话成为他心里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 他对神的话怎么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信靠呢 怎么样的来依靠神的话呢 在第十三节的时候 他说 你来的时候不只要戴在特罗亚的外衣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那我们可想知道说 这么重要的疲倦是什么呢 那想必就是神的话咯 因为很多的时候 这些疲倦上面记载的就是 圣经的书卷 好 所以我从那边看见 保罗他就是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 守住神纯正的话语 以至于他不会被这些 这个其他的这些异教的思想 其他世俗荒谬的话语来影响 以至于离开了神的话语 离开了神要给他的祝福 好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我看见的是什么呢 我看见是保罗能够持守在福音的这个灯道上面 是因为他靠着圣灵的引导 靠着圣灵的引导 刚刚在这个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说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的守着 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以后 我们还需要倚靠圣灵 让我们可以牢牢的守着 倚靠圣灵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对照今天的经文 最后的时候 他给提摩太的祝福是什么呢 二十二节说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我觉得我们的灵需要来依靠圣灵的引导 我们常常来依靠圣灵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魂 神常常会影响我们的决定 特别我想这一阵子如果我们参加过 欢迎圣灵特会的当中 我们会听到讲员常常在提醒我们 我们虽然信主以后 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灵 我们里面的灵人常常来注视主 还是我们还是常常倚靠我们的魂 在决定事情 是的 当我们很多事情神的话提醒我们的时候 跟世界跟我们原本的思想冲突的时候 跟我们肉体的欲望冲突的时候 我们是倚靠我们的灵人来做决定 倚靠神的话做决定 圣灵导做决定 还是倚靠我们自己的想法 倚靠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做决定呢 我们是要让魂来掌控 还是让我们的灵来掌控呢 嘴苑圣灵来 真的是帮助我们的灵里面是刚强的 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能够在神的真道上守住 而且持续的跟随神 我就听到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就是我们有女兄姐妹在 参加了这次特会之后 她说她参加了特会之后 然后她就去参加晚崇拜 后来她发现呢 这个崇拜结束 她发现自己的皮夹不见了 只好去报警 那么当她在这个教会听讲道的时候 那么她听到 这个当天的讲员提到说 我们的魂很大 但常常我们需要做选择 是要让魂来掌控 还是让灵来掌控 那么当她在这样的一个思考当中 有一段经文就进来了 这段经文就是说 如果我们常常是体贴 顺从圣灵我们得到的就是生命平安 如果我们常常心思里面体贴 顺从血气和肉体 那结果就是死 那么 那么在她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 最后我们 游牧师在台上带领祷告的时候 她有听到说 弟兄姐妹们 你们要把手机里面 或者是电脑里面那些不合 是的不合神性的连结都要删除 她当时就听到 好像神在向她说话 于是她就向神祈求说 神啊 如果你让我 能够找回我的皮夹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 我一定会要将这个 会让我让我上瘾 而且困扰我很久的这些 网路小说的连结 全部从我的手机中删除 好 当她做完这样的一个祷告以后呢 那么聚完会她回到家以后 她就发现 哎呀 她的皮夹 其实是在另外一个包包里面 没有遗失 啊 那么 她几乎很少 她说她几乎很少 会来参加周六晚从的 但是她说如果那一天下午 她如果没有来 选择直接回家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她说她很感谢神 竟然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帮助她脱离这样的辖制 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奇妙了 她感谢赞美神 所以是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弟兄姐妹她说的 她很难脱离这样的辖制 她过去我相信她一直很想要摆脱 但是摆脱不了 但是神用她透过这次的特会的信息 也透过牧师在台上带领的祷告的时候 她能够真实的来倚靠圣灵 以靠主以至她能够脱离这样的辖制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不是目前也面对着一些的挑战 你是不是还是有这样的挣扎 好像这个保罗在提醒提摩泰 你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像敌马 你要选择像我一样 你要专心的来 专注在福音的使命里面 你要守住神话语 纯正话语的规模 而且呢 靠着圣灵的引导 圣灵要与你的灵同在 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保护 我们可以持守在正确的方向 我们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来迷惑 不被我们外面的环境来限制 特别十八节讲到说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是的 在福音的这条道路上面 我们照着神的话语生活的时候 这个世界一定会不舒服 一定会来逼迫我们 一定会有这样的猪般的凶恶 要来打压我们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是能够像保罗一样 专注福音的使命 持守神话语纯正的规模 并且靠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就不害怕 我们可以定睛在神的天国 要给我们各样的祝福里面 好像保罗说的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 以至于我们可以 持定这个目标和方向 为主打美好的仗 最后 你用这个一章七节 这句话 有我们彼此的勉励 因为 神所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祝福我们每一位 在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 我们 依靠着我们的主 靠着神的话语 靠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都做一个刚强的人 感谢主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 谢谢你 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看见有很多 这个保罗的同工里面 很多他们 都专心的爱主跟从主 也看见了一些失败的例子 但是主谢谢你 借着这个提醒我们 让我们 知道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很多的挑战诱惑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怎么来得胜 怎么来胜过 帮助我们 真知道 是的我们 不只被呼召 而且我们是可以成为 那个被选上的人 帮助我们 真是定心在你天上的奖赏 我们可以专心的来跟从你 让你的话 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 成为真理的腰带树摇 也让圣灵你更多的引导我们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灵人 我们的灵靠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专注在神你的应许 专注在神你要给我们的祝福 那个属天的奖赏 以至于我们都会轻看 这世上 这个暂时的短暂的羞辱 为要得着那个永恒的荣耀 谢谢你 祝福我们 除去我们那个 从我们的浑漏体而来的那个 胆怯的心 乃是让我们在灵里面 得着从圣灵而来那个 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谢谢主 祝福我们都为主打那美好的葬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 顺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下期见